5 这么远都敢投 轮到陈泽文 不断的试探布 还是右侧 还是同一个方式 来自单挑冠军的自信 陈泽文相信自己的 右侧突破的技术 扛住曹芳 右手上篮打中 追平比分 放下来 放下来 没有加法 球权交换 2比2 谁先收掉比赛 准备 机会来了 人家没有让曹芳直接出手 还在 还在 继续 变向 对抗住 再拉回来到右手 Bingo 对抗住 Bingo 超级 超级 这是 OG 赢了 大东左侧拿球 调给曹芳 从右侧长距直路 再给他跟进 大东 Pingkame 加油 准备 比赛 曹芳 与大东 篮下连线 展现出了两位在此剧场的默契 对 韩芳 最高 非常厉害 盛风 草芳 会有一个回应吗 草芳 也找一个掩护之后 忽敌 这是他的天点位 这是 三个 äus 超胖担地的用招牌的刚发色分成功反超比分 点开 and bingo 超胖再续两分7比4 超胖可以 再续两分7比4 有点东西 路易斯对上大东 这时候就知道墙有多么厚了 有些贼抱他 你看那小腿 看时间两秒 百分军团的进攻时间仅剩2.1秒 李清祥这下抢一个 李清祥同样大心脏 在进攻时间仅剩0.5秒时 收入三分球一个 球出界 刺激掌发球 大东 出来 他只能偷篮了 开始 别说了 看教练开始骂人了 对上梅艳南 制造一个森卫 卡一下 再出手 梅艳南拿到球 这是梅艳南第一次来到比赛 双胯下之后过掉 再往前 突分 找李清祥 再找路易斯对抗 又撞墙上了 梅艳南命中 这下曹芳给盖掉 不用急 韩德龙试一试 也没有 但自己跟进 找到进攻篮板 助理人 操方 看看 顶着硬有 10比10 再次打平 抢下赵二哥 抢上我就不管你是谁了 无论是谁在面前 我就是要投 就是要进 比起大心脏 也许我的内科更大一些 10比10 再次打平 这边胡椒掩护 大家都没有看到 在变相走一侧 时间 一秒 无视时间 无视防守 无视任何动作 飘移投篮 三分投动 这就是 刺激 曹芳再来 曹芳再来 再次 比赛结束 这就是刺激场 这就是曹芳 这就是贯篮的第一场比赛 大场面 有大先生 大先生 有大心脏 而又有这种能力的人 在街头 只有一个 他就叫曹芳 研究有什么用 他太猛了吧 比赛 磁击场的表现太炸裂了 就那个命中率和效率值就是完美 曹芳的那个状态 真的是谁来也不好使 三场比赛里 他的有时候气质展现出来了 他能有效地把球队捏成一个整体 而不是之前一位的单打独斗 所以呢这个就是他成熟的标志 从一位一到三比三的这种表现 他都是完美的 他就是这个节目的这个棒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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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第一次就显示了 立对上上 OK 这帝不使用了领队时间 周杰伦 今天玩的很好呀 周董在场上得分翻倍 主动防守一键连 完了 莲哥不好意思的 完了 这叫这是精力限制 这样像你刚刚打的那么节奏 他不能好好打 跳投 还是有影响呢 转给他 杜建昌交给周杰伦 我们都是篮球爱好者 我喜欢的篮球的心态 也是不输给任何球员的 他第一个时候投进 我真的觉得很惊讶 因为在做的时候 突然间上去打篮球 你很不容易进球 来全场各位一起合 周杰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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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东 给他招紧三分出手 Free ball 这是一个酷似大魔王的球员 凌晓的转身之后 李木豪没有意识到这个球 外线张宁 三分的机会 3 来自张宁 太稳了 他上场球得到55分 对 没想到张宁将可以面对马布里 为于一样造杀 造杀 造杀神堂 敌人给他马布里 要掩护 掩护之后 已经跑到 张宁成功强断 3 面对李木豪 张宁 这是楼梯市球员队的大魔王 我喜欢 我喜欢 20 他 他 他 做了很多3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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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他就是想 他想一开始助攻 对 但是后来他被张宁 投了三个以后 张宁有点不饶行 然后就有几个球 就自己单打了 哎 没想到马乌里和张宁的 这个队位有看的啊 真记得 依然是两个人 五秒钟的时间 小心小心小心 走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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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马乌里一直在鼓励张宁 没关系就这样打 坏人 张宁 传球漂亮 周瑞篮下两分命中 李木豪 张宁外线 周瑞 两分命中 坏人 给到李木豪 一分 一分 李木豪 二加一 网球没中 但是自己抢了篮板 重新 给到李之锦上篮 命中 孔卫 三 三 我就说 这两个是我们最好的队员 这两个最对 我是觉得张宁跟那个 住民阵的运气挺不错的 这个蓝框好像他养的一样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是运气问题 当你顺的时候就 就会 这只能够 对 这只能够 对 这只能够 对 小心点啊不要受伤啊 用动作用上劲不要受伤啊